在越南随处可见的战尖女 竟然还有合法的营业执照 虽然红灯区这种场合 在世界上大部分是非法的 但事实上 你在任何一个城市都能看到它 在越南 这些从事性效劳的女人 被称为夜之蝴蝶 每逢夜幕降临 她们出现在城市的一些大路边上 有的还会骑着摩托车 在大街上招揽顾客 当然还有一些性工作者 会带着资格的店里 等候顾客的上门 夜之蝴蝶每次效劳的收费 是15美元 Sex Tourism性旅游 俗称买春旅游团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将其定义为以旅游的名义 以旅行者的身份 到达目的地 从事性交易活动 比如在旅行中 到访红灯区 并亲身体验性服务 通过当地渠道或者网络 进行性交易等行为 自1970年代越战结束至今 越南一直是 东南亚性旅游的 热门目的地之一 色情交易在越南是非法的 从事性服务的酒吧客厅 需要靠买通贿赂 当地执法机关来营业 否则面临严重的罚款 和牢狱之灾 据了解在今天的胡志明市 最受欢迎的 要数那些混血酒吧 那里的姑娘 是当年美国士兵 与当地女性的混血后裔 她们继承了 西方人大气的骨骼 又带有东方独有的气质 风情万种 令人挪不开目光 除此之外 当地提供性服务的酒吧 已经掌握了 根据目标客户群体特征 按需供求的营业模式 比方说 在主要面向越南本地顾客的酒吧 里面的姑娘 热衷于韩国式整容 割双眼皮 把鼻子垫高 打美白针 穿住打扮紧跟国际潮流 而主要接待欧美人的酒吧里 典型东南亚面孔 皮肤有黑 瘦弱娇小 原汁原味 对越南姑娘明显更受欢迎 有一类酒吧 专门面向来东南亚商务洽谈 或是背包旅游的欧美游客 这类酒吧 地处胡志明市最繁华的旅游区 灯红酒绿彻夜无休 有一种拉斯维加斯的气质 夜幕降临 越南姑娘们 沿街招呼住路过的游客进来玩 女性游客 一般是不被这些酒吧 所欢迎入内的 在这些欧美背包客眼中 越南仍是一个落后的 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总是想要 以最低廉的价格 玩遍东南亚 走进酒吧 点一瓶两美金的啤酒 选中一个姑娘带回去 在酒吧工作的姑娘 一般接待一个客人 可以挣50到70美金 会从中提成10美金 给酒吧老板娘 东南亚是退休男人的 迪士尼乐园 一位58岁 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白人男性总结道 这类在发达国家 饱受中年危机困扰的男性 往往无法满足家中妻子 在物质或社会地位上的需求 他们来到东南亚的游乐场 寻欢作乐 表示这里的女人 性感美丽又容易满足 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性旅游产业 成为了跨国贸易的一种 性工作者则被当成了 买卖交易的商品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性旅游乃至整个性服务产业 不仅仅是性交易那么简单 它本质上属于国际关系 文化传统经济体制 健康卫生等领域 息息相关的社会学问题 这一集影片到此为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